好了 好了 妈 妈 喝点水 请客人进来吧 先生有客人的要来吗 贵客 好 来 谢谢 苗老板 我就知道苗老板一定会回来的 请进吧 苗老板请 金白 我今天来是 不必解释了 廖老板 什么时候到钢本这儿来 都是钢本的荣幸 请喝酒吧 这可是上等的女儿红案 请吧 请等一等 酒好 人好 月子好 钢本 当正跟廖老板喝这杯交杯酒 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今夜话好月圆 我们不要辜负这良辰美景 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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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的 喝了这杯浇杯酒 我们就剩一家人了 有什么话 请讲吧 对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还有希冉 这孩子以后 还要麻烦刚本先生 多多关照了 希冉是苗老板的儿子 也是我的儿子 你放心 希冉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还要是 你还要是 我还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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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是 我还要是 我还要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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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能眼看着小曼 不是 看着你们去冒险吧 就我自己在这儿 守着照相馆 这多不合适啊 我得去保护你们 保护我们 我们三个人 是我们是我们的 是我们是我们大家的命 是我们大家的命 那你们总需要放风的吧 我去给你们放风 那嗯 走到什么 那儿也要我今儿子都是我刚才能赶快的 saying 我能去保护你保护你保护我看的你保护我看的吗 你保护我它也保护你保护你保护你保护我看的我看这边的东西 这边有什么好 要多少 越多越好 要纸票 而且全要小票 包在我身上 咱们这回啊 就用钱把钢盆给砸死 来吧 没想到 表老板欺骗了我 欺骗了帝国 苗老板的儿子李希然 必须对吴卿和张新军的死偿命 先生怎么能确定 杀死吴卿和张新军的人 就是苗老板的儿子李希然 苗老板一向高贵的孩子 也没听说 谁得到过他 可是就在昨天晚上 他亲自送上门来了 如果不是他的儿子 杀了吴卿的话 他会这样做吗 那先生的意思是 像是不不不 他欺骗了帝国 他必须死 在我心中 没有什么 比帝国更重要的 欺骗帝国 和帝国作对 那就是余暖及时 就算是她 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你不能动摇我的决心 先生说的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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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过几天就是我出道十周年纪念日 我跟钢板说好了 他答应我会照顾你的 可笑啊 真是太可笑了 给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想伯父伯母了 我每天也闭上眼睛 我就能想起我天妈 但现在都难受 别这样 在这个世上 你还有我呢 还有冷雁峰他们呢 小白 你说你要是不认识我该多好 你就不用像现在似的 成天跟着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你胡说什么呢 我才不管跟你在一起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只要每天每天能看见你 在你身边 我就觉得特别满足 老白要是出事了呢 不可能出事 你爹妈会保佑你的 还有啊 你别忘了 伯母还给咱们做了结婚礼服呢 咱们还要结婚呢 咱们还有好长好长的一辈子 在等着咱们呢 怎么 你不想跟我结婚吗 你不想跟我白头偕老 你不分离 想 我当然想 等咱们 给爹妈抱了手 就结婚 那样 只要我每天一睁脸 就能见得了 荣卫 我要给你找一个有实力的日本人 为你成为了 这个人最好的人选 我要给你找一个有实力的日本人 这个人最好的人选 就是刚本 荣卫 荣卫 你是妈的儿子吗 我只能保你一个人 荣卫 我跟刚才说好了 他答应我 会照顾你的 现在终于可以确定 上次的日本兵被杀 还有吴清被杀 都是他们干的 日本人策划的汉奸暴乱 没想到这么快就平息了 也起了你我的燃眉之急 这帮年轻人还真不可小觑啊 他们是有热血 但是办事非常不周密 我们得保护他们 让他们有成长的时间 是啊 我担心这帮公子少爷们招妖怪 会以来杀人之祸 所以我们不但要保护他们 还要对他们进行指导 受人已渝不如受人已渝 好 以防万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苗老板的出道十年纪念演出 钢本一定会去 我们也去 我不同意 以我们对钢本的了解 他这次肯定会有所防备 我发现最近编演队的人 经常会出没在大光明戏院里 咱们现在去杀他 太危险了 我们不是去杀人 是去救人 救人 对 就陆子珍和李希染他们 陆子珍和李希染他们 陆子珍成立的沙扣团 一直在策划行动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还有李希染 上回 他利用苗老板和吴清张兴君的关系 一下除掉两个大汉奸 刚刚尝到甜头 一定也会有所心动 随即你观察冯大富 观察得怎么样啊 奸诈狡猾 拥有所有杀人都有到特点 好好训训他 是时候让他替帝国效劳了 这太狡猾的人 未必就会对我们忠心吧 你错了 冯大富这个人的特征 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 他还是很识相的 不能拆得放不能拆得放 要请哪请放知道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哎呀 我跟你说啊 先把瓶子里装卖杀子 放到箱子里固定好 要不然扯一晃 瓶子就碎了 碎的可都是切呀 嗯 你知道这个瓶子值多少钱吗 我跟你说啊 够你卖上一个大房子 去上一个卸妇子 再卖上一块好地 你都划不完 哎呀 好东西呀 老爷刚知道了 那现在去去 找傻子 哎哎哎哎 瞪一瞪瞪一瞪 今天晚上骂车一到 你骂装车 啊 咱们 立得这景盟跃跃的 回老家去 嗯 回老家去 去看 走 哎 封我爷爷的爷爷算起 几倍扔了 好不容易 摘下方家这些几夜 这说离开就离开了 整事不舍呀 这妈的都是小鬼子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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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 前面扣扣快进去停下来 给你切 我不要切 不要切 别 别别别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我都给啊 这么多钱 不会真的想把上面打死 是的 先不告诉你 到时候你就知道 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冯永贵他爹啊 还真是 走去看看 怎么了您 伯父 是你们呀 我没事 你们走吧 自己流这么多血 我给您包扎一下啊 伯父 你这是枪伤吧 谁干的 伯父 不过是省医上的酒疯 而已 伯父 不不不不 那个 我 我是说他走之前特别爱跟我们瞎混 他 他已经走了 您别多瞎 走了就好 走了就好 你们为什么不走了 走 爹娘就葬在这儿 现在国土又被日本人侵占了 你能走 我走不了 都好了 来 我们送您去医院 来 陪你上医院 不用不用 我自己能行 我自己能行 我走了啊 那 那你小心啊 知道了 我怎么看呢 怎么觉得他憋害你 我 怎么觉得他憋害你 怎么觉得他憋害你 冯老板 马克力给总备好了 今晚我们就可以离开京城了 好 情况有变 日本人顶上我了 今天走不成了 你先赵人把马克力藏起来 以后早急会再说吧 好 哎呦 冯老板 你怎么受伤了你 好 没事没事 我先走了啊 好 看你小心点啊 哎 好 我 メ消息 你 什么 dragons 灯 飖 你们 燐 老师 先生 龙大福球 在公馆外面候着 哦 十夕误者为进阶 冯大副终于明白了 告诉他 我现在很忙 等他等着 嗯 是 行了啊 别老转悠了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我爹不能告诉我 是谁对他下的手 凭什么呀 这还用问啊 你知道 我问你啊 整个金门城 有谁敢让你爹挨一枪 而且你爹还不敢说出口 日本人 对啊 你爹啊 那是怕惹麻烦 不过你放心 等咱们干完这一票以后 什么仇都连本带立的给报了 嗯 那这样吧 你给我把枪 我想亲手杀了我干本这个王八蛋 来 接着 你有那本事吗 我问你 你会拿枪吗 你要真有那本事 没问题 这枪就给你 你就拿着这把枪 去把钢本的头给我崩了 只要这事干成了 我立马把沙扣团团长的位子 让给你 哎 不过我会告诉你啊 你很有可能连钢本都没见着呢 就把自己的命先给丢了 我我我我还是算了吧 你这样 你跟我说多少钱 只要能杀了钢本 多少钱我都愿意 这就对了 我问你 我陆紫针是不是杀口团的团长 所以说吧 我杀了钢本和你杀了钢本 没有任何的区别 关键是 钢本他得死 嗯 所以呢 你就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如果这一票干成了 我寄你偷工 那我回来拿钱 嘿 钢本先生有钱 这是什么 一点小小的行意 不成敬意 不成敬意 这可是好东西啊 这可是好东西啊 孙先生 我是一片诚心哪 三番五次的请你 做古董事业的 中委员会的董事 可是你一再推脱呀 是不是 你有什么心结呀 不 是不是你觉得 替帝国做事丢人哪 以至于你要连夜出走 另有打算呀 没有这事 绝对没有这事啊 钢本先生 这么看得起我 那是我的福气呀 我 我倒想一下 也就是想去看看 我的高堂 你的高堂可真能花销啊 要你变卖所有的家产 才能好好的去看一次吗 哎呀 钢本先生误会了 绝对是误会了 我 我这次回乡下 除了办死事 我还想替钢本先生 办一件大事 我想去搜集一些 散落在明洁的古董整品 这可是熟切的事啊 钢本先生啊 你说这古董委员会的董事 是手里总体有点董系吧 要不怎么服众了 总体有点底吧 我这就是凑钱去了呀 只要你把古董委员会的董事揍了 做好了 钱不成问题 你 可是你要给我舍心啊 你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对不起啊 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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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啊 我就是个神医人 郭炯也好 黄炯也罢 哪有茄味 我往哪儿蹦 钢本先生就是我的大安人 大贵人 我感激还来不及了 那还能耍什么行样啊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小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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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贵子 这逃也逃不了 日本人拿枪逼着我 非让我当那股董会的会长 我冯大夫要是干老爸 就是丢在贤上的脸 我要是不干爸 这冯家叶家老孝 恐怕连命都没